由于郑导演的电视剧《上时》正在热播中 该剧由徐凯吴锦岩主演 该剧讲述了 永乐年间 少女姚子金进宫成为上时举宫女 在深宫中不断成长 最后成为皇后的故事 《上时》最新剧情中 姚子金和朱瞻基终于成婚了 姚子金被封为了太子嫔 皇上朱高智知道了 原来姚子金才是先帝遇刺的太子妃之后 对姚子金十分的满意 更是直言 怪不得第一次见姚子金就觉得她很熟悉 果然是公公看儿媳 越看越顺眼 就连朱高智当年做太子的时候 虽然先皇朱棣看太子不太顺眼 但是却把后宫交给当时还是太子妃的张燕管理 果然老朱家腾儿媳是祖传的呀 朱瞻基终于能够取心上人了 当一身太子平服饰的姚子金出现在朱瞻基面前时 朱瞻基的眼睛都要直了 直言姚子金太美了 姚子金终于向皇后的位置迈出了一大步 时隔四年后 在《延禧攻略》中饰演复查复衡的 徐凯与魏英露五锦言 再次合体组CP出演古装剧 近期一部明朝美食剧上时上线 复应CP迎评再续前缘 故事内容方面 走的是个人成长传奇搭配历史朝代更迭的路数 以少女姚子金入选上时剧宫女 经验美食既发为励志主线 串联起自民永乐起三代帝王的故事 上时展现了将近六百多种中华美食 令很多迎评前的观众食指大动 虽然吞去了爽聚的福华外衣 没了人若犯我必使被奉还的牙字必报 但上时走得仍是大怪升级的老路子 一级解决皇帝饮食危机 两级献出秘质配方 博得皇太孙密切关注 三级协助姐妹脱险 小座太子素食引得几位刮目相看 不过 中华美食加励志女主能否过关 关键还是看后续剧情与表演是否拉胯 上时开播后 自演习攻略后走红的莫兰迪色滤镜 也再次引发话题讨论与争议 这个曾经凸显了轻功压抑质感的色调 被沿用到了盛唐背景下的李歌行 明代背景的玉楼春后便稍显突兀 在当家主母中 过度的灰暗色调 也被审美疲劳的观众形容为丧葬风 妆容怪异 欲镜灰暗 让女演员造型暗淡无光 被称为小刘亦菲的王楚然 平时都被夸是古风美人 到了上时里面宛若路人 加上她眼神呆滞 显得很没精神的样子 秦格格王艳 一直以来给人印象 就是大家闺秀的古典美人 但在上时中疲惫感深重的神情 略显刻薄的妆容 让本就四十家的女演员失去了光彩 战 아닌长白师 三十二三五六六六六位 三十一九九五五六六六三二三五六三十二五六五六六 sat